中国贵州省四后发生了重大铁路意外 医院高铁列车在贵州熔江站出轨 列车车头冲上月台严重受损 车头严重变形 至少导致一人死亡还有八人受伤 这列由贵阳开往广州南的列车 在近站前的隧道口 因为突如其来的土石流涌入了路轨 导致7号以及8号车厢出轨 也造成司机死亡 一名随手人员以及7名的旅客受伤 而这8名伤者已经送往医院救治 暂时没有声明危险 而列车上其他的136名旅客 已经安排转运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